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 我是在現場 帶來宣傳及社會新聞的第一犯罪實況 為主持人陳峰德 先來歡迎兩位來賓 先是一提特地新聞雲的地方中心記者 白家洋 家洋哥你好 鳳凰哥好 我是一提特地地方的台中駐地 然後負責跑社會線跟司法線 以及另外一位來賓 是現場的見識專家謝松山 阿善士 一切的開始就在2023年5月19號的這一天 一場由市議員所召開的記者會 讓整起案情就攤在民眾的眼皮子底下了 那是一場怎樣的記者會 家洋哥 他是5月4號發生案件的 一直到19號才由市議員賴順人 去召開記者會 那天我記得是在早上6點多 下姓男子去找賴生要出門這樣子 媽媽是9點多發現他一直不見 過了兩個小時他就去警局報案這樣子 好 我們這邊先跟大家介紹一下人物 目前這一位失蹤沒有去上課的 叫做賴生 我們稱他賴男賴生都可以啦 他當時是18歲的年紀 正在就讀高中而已 那另外一位呢 這是他的配偶夏南 兩位都是男性喔 當時呢 奈姆是在議員的陪同之下呢 召開記者會嘛 那就說其實在5月4號那一天的時候 他的兒子呢 原本是要去上課的事嘛 卻沒有去上課 是不是要去上課喔 這我不是很清楚 不過一般來講啦 你18歲的男生喔 只離家兩個小時 媽媽就去報案 其實這個事情本身就不太尋常了 他媽媽是用緊急協訊去報案 一般來講 失蹤人口 你要去報案的時候 是分成一般失蹤跟緊急 你要緊急的話 其實你有一些 特殊要件 對年脈 或是 你可能被人毒走 然後可能是有重大疾病 那一天 賴媽媽用了報案的理由是 家裡有人過世啊 就是賴生的爺爺過世 然後有遺產的事情要處理 結果兒子被人帶走這樣子 被人帶走了 所以很緊急的就要來報案 那報案之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報案之後 因為警方怕到時候可能會被說 喔 你如果沒有收理這個緊急 只用一般去找 因為緊急跟一般他分成有權限的 一般的失蹤的話 他不能去用手機定位 追蹤那個失蹤的人 對 可是如果是緊急的話 就可以跟電信公司去申請這個定位 喔 如果出事 那警方也沒辦法負責 所以他就會放寬這個受理的理由 就是如果你態度很堅持的話 那我就受理緊急協訊 是 那受理之後 他們就馬上去定位了GPS 然後就馬上找到了他在的地方囉 嗯 也沒有那麼快 他們一直是到他出事 然後管理員打119 再由119去跟警方通報說 喔 這裡有一個疑似入島 就是那時候就已經沒有生命跡象了 報案的經過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警方接到了119通報之後 才把這個疑似入島 然後沒有生命跡象的人 跟賴媽媽要找的這個兒子 兩個人才拼湊起來 啊原來這個兒子已經倒在這邊了 而且沒有生命跡象了 沒錯 呃 當時賴媽媽就覺得說不太對勁 那她覺得不對勁的點是哪邊 為什麼要召開這個記者會呢 因為賴生18歲 他就是有陸續獲得他爸爸從小到大 波及給他的一些房產啊 不動產啊 就是資格高達5億嘛 這個就講到一個 大概從很久以前啊 賴的爸爸就是有跟夏欣婦子合作 請他幫忙房屋仲介這樣子 這個時間超過10年了 算是認識很久 所以賴母也知道夏婦這個人 可能就是會懷疑說 對方的嫌疑還蠻重大的 聽到這邊 我這邊跟大家整理一下 目前呢死亡的是賴新男子 這個人18歲高中生 他是我們的本案的死者 開記者會的 跟第一時間通報的是賴媽媽 賴媽媽覺得怎麼兒子突然就死了 那之所以會覺得很奇怪的原因是因為 在他死亡之前跟夏欣結婚了 並且夏欣他的爸爸 我們稱為夏爸爸好了 其實跟賴姓男子他們一家人 是蠻有一些生意上的往來的 因為賴南他們家其實很有錢 賴南他自己本身就有繼承了5億的房產 總共有30筆不動產在他的名下 所以其實有一些 比如說要過戶啦 要買賣啦 或者是一些行政的東西要處理的話 都是交給夏爸爸他們來處理的 主要是處理這個 房地產的這一塊東西的 所以賴姆就覺得說 今天為什麼我的兒子會跟 夏欣有這樣的同性婚姻 他覺得非常奇怪 所以就召開了這個記者會 覺得這個案件就是一起 謀財害命的這個案子 那在這個記者會當中呢 當時假屬就僅僅是這樣子而已嗎 他們就只有這樣的一個關係 就覺得可能是謀財害命嗎 因為媽媽是知道 兒子在高中有曾經想要追求過異性的 加上他其實對對方就是那個 夏南也不是很了解 認識不深啦 他們兩個登記這個是在賴生死掉之後 檢警去調查才發現他們有做過這個動作 就是針對夏南詢問的時候 是 那當時家屬還要表示 其實在案發當天早上 賴媽媽就打電話給夏爸爸 跟他講說 我兒子不見了 是不是可以請你幫忙找人 但是夏爸爸卻不理會 甚至還阻止賴媽媽去報案 所以當時賴媽媽覺得說 夏爸爸也很奇怪 懷疑夏爸爸可能也知道整起 所謂的犯罪計劃 甚至可能有參與到整個犯罪計劃當中 目前我們所知的是 其實奈南這一位死者 他是被發現沉屍在一個大樓底下 這個大樓我們記錯的話 應該就是夏南他自己所有的 對 沒錯 所以賴媽媽召開記者會之後 覺得整起案件可能就是 夏爸爸跟他的兒子 一起來構思整起殺人案的 就是為了要去奪產 當時其實連要登記的證人 都不太對勁 是怎麼回事呢 這樣哥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 就是急著要去辦這個假結婚 夏南究竟找了大樓的清潔阿姨 以三千塊為報酬 請他去幫他們當證人這樣子 可是那個阿姨當下他就覺得不對勁 他們看起來就是比較疏遠這樣子 比較冷漠 賴聲當時就是微微諾諾的躲在一旁 所以他就覺得不對勁就拒絕了 然後他那時候還告訴警方就說 賣共殺心扣啦 三千萬我也不會去幫他們 就是覺得如果發生事情 他會感到內心不安 就隔天就發生事情這樣子 那他們被清潔阿姨拒絕之後 還是有結婚吧 那他們找了誰 找到兩個男的 兩個也是路人 反正就是幫他們當證人 然後在5月4號的當天早上9點50分 去完成這個結婚登記 後來這兩個人也跟警方說 他們其實根本就不認識 奈南跟夏南這兩個人 他們就只是被派到說 是不是可以幫忙當結婚的證人 他們才答應了並且簽名了 那其實自從2019年5月 這個司法院是自第748號 解釋施刑法三讀通過之後 連滿18歲的同性伴侶 就可以成立同性的婚姻關係 並且依照民法的規定 就可以繼承財產 以及去收養有血緣的子女 那家屬就是懷疑說 這個夏南是想借著同婚 然後去討詐高中生奈南 他的5億元房產 但是如果單純有婚姻關係還不夠 人要死了 我才能夠去繼承他的遺產嗎 所以如果賴南死了 配偶夏南以及賴媽媽 他們有可能就可以評分5億元 所以家屬就認為是夏南 甚至是夏爸爸他們父子倆 規劃了整起假結婚真殺人的案件 這是當時家屬的想像 也是當時記者會主要的內容 但是目前一切都是家屬的推測而已 這個奈南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男孩子呢 當時對此有沒有做了一些調查 前景除了到他們家也到校房去做各項調查 他們就是查出那個賴生 名義上的阿公實際上的爸爸是在4月23號過世 賴生案發前一天跟當天兩天請的商家沒有到校 他在學校的成績還不錯 然後4月份就已經翻新 然後入取東海大學的哲學系 賴生在學校裡面的時候高二的時候 喜歡你同學告白 可是就是沒結果嘛 然後當時就是鬱鬱寡歡 這是學校也知道 因為他向古導師去諮商嘛 這個聽起來大家可能聽不太懂 就是 耐性高中生的阿公跟爸爸怎麼感覺是同一個人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先來理性一下 到底這個奈南他的家庭狀況是怎麼一回事 一年結老婆去做一個性騷擾 導致他的第一任妻子 生了一個女孩就離婚嘛 然後3年之後 阿公又幫他的二兒子找了第二任的妻子 找第二任妻子之後 這個阿公喔 就是對自己的二兒子的老婆啦 亂倫嘛 跟他有發生關係 所以最後生下了 耐性高中生這樣子 那這邊要提到 就是因為他家庭環境這種複雜 他跟那些要稱鼓鼓 可是實際上他們是他的姐姐嘛 大家就會對這個耐生有異樣眼光啦 因為他們家還有分財產的問題 他的姑姑其實最後是沒什麼分到錢的 賴父對這個賴生愛護有加 所以就會對他更感到不滿 了解 那其實當時賴家也有發出聲明 因為在發生這個事情之後 其實賴家的很多家屬也覺得很不好受 因為賴家的財產 有很多都是原本阿公的妻子 他們一起辛苦了30幾年所存下來的 李當說這個財產應該要屬於阿嬤的 結果後來這個阿嬤其實沒有分到這些財產 反而這些遺產有5億元 轉到了這個賴性高中生身上 因為這個高中生實際上是阿公的兒子 所以其實阿公對這個兒子算是照顧有價 所以其實這5億元的這些房產 可能也是藉由一些手段 透過每年有不用繳稅的贈餘的這些額度 把這些5億的房產一年一年的就轉到了這個 賴心高中生他的名下了 這個夏姓男子 也就是賴男他的配偶 他們又有怎樣的背景呢 夏姓男子他本身就是地震室 也就是叫他兒子來當助手這樣子 他們還有開不動產的建設公司 然後也投資過一些房仲的加盟店 然後也自己買過土地 當時夏姓男子的年紀是26歲 大的賴心高中生有8歲左右 其實夏家在台中就有3間房 所以財力也算是蠻不錯的 當時其實夏姓男子就有跟檢察官講說 賴男曾經有跟他訴苦 名義上的爸爸在上個月就死亡了 脖子上有一些不明的勒痕 當時他看到之後就覺得很害怕 覺得說可能有人也要對他不利 所以他希望說有個地方給他溫暖 讓他可以遮風避雨 在案發當天的時候 夏姓男子就臨時去找賴生 他們就編了個理由騙了媽媽 所以他們就兩個人一起出門了 之後夏姓男就主動提議說 既然你家沒有溫暖 在家沒有安全感 不然我們就去結婚吧 後來他就帶著賴心男子 他們就回到了大樓裡面 兩個人一起喝了兩瓶啤酒 後來因為天氣太熱了 他很流浃背了 所以他就去洗澡了 但洗完出來之後 他發現奈男怎麼不見了 最後才知道他墜樓身亡了 所以這是當時他的說法 不過兩個人到底為什麼會結婚呢 他們有什麼深厚的基礎嗎 其實當時還是讓很多民眾 包含檢方警方都覺得很奇怪啦 覺得說這很明顯就是一起假結婚真殺人的案件嘛 所以只要詳細調查的話 一定是可以調查出一個結果出來的啦 後續這個案件因為太受矚目了 然後媒體也是每天可能十幾篇轟炸式的報導 法醫的解剖報告也出來了 那這些解剖報告可以說是至關重要 因為算是替整齊案件來定調 但是這個報告呢 卻不支持他殺這個說法 報告裡面呢 當然他有把當時香燕跟解剖的情況做了一個說明 結論就是說這個應該就是一個高處墜落 因為當時呢很多的質疑嘛 說他可能是被先殺了啦 死後被丟下去啦等等 所以第一個定調就是呢 從高處的地方墜落 那第二個定調呢 就是說這個過程之中最主要是 在現場呢也沒有找到 就是大家懷疑是不是信下的父子啊 等等那種加工啦 或是踏殺相關的證據 所以呢有一點傾向於還是一個自己跳下的情況 最主要是家屬找了一個高大層法醫 他提出很多法醫的看法 那法醫的看法呢 當然也引起社會很熱烈的討論 這個也給檢察官呢跟警方呢很大的壓力 那後來呢這個法醫的報告裡面 因為他們有質疑是被毒殺嘛 解剖的法醫師呢 他也把相關的樣品啊等等 送去做毒物檢驗嘛 後來他們裡面講是做了2000多樣的毒物的檢驗 也沒有像高大層法醫他懷疑的就是 就是綠化甲嘛 或是其他的什麼吹牙劑 還有很多的其他他認為是可能的一些毒物 但都沒有符合 對等於是沒有找到這些毒物的狀況 當然還有很多啦包含是不是死後墜樓啦 等等他就認為說是生前墜樓 當然後來高大層法醫也提了很多 像那個不明真恐啦等等 後來這些法醫呢 還有包含檢察官也找了當時在中國醫藥學院 急救的那些相關的護理師 來解釋這些真恐 後來檢方啦問了完之後 再加上法醫研究所他在相驗 他們就認為說頭部還有呢 其他手腳啊等等 基本上呢都沒有一些出血的狀況 跟斷裂的狀況 不過在內臟呢有一些肋骨的骨折 以及內臟呢有一些破裂 那另外呢體內他有講呢 大概有800cc的出血 當然這一部分呢 不太符合家屬找的高大層法醫 他認為說高處墜落一定要 腦疆外溢啦頭要破啦 手腳要斷裂啦等等 簡單講法醫的報告一出來的時候 是不支持他殺的一個論調 然後認為呢應該是高處墜落 這些傷跟出血基本上是符合的 了解 那當時呢法醫高大臣呢 在接受了家屬的委託之後 他到場去進行一些勘驗 那有很多的懷疑 那其實我想問一下阿三師 這些懷疑是不是合理的啦 就是比如說他當時就蹲下來 在城市現場那個草堆 他發現那個草都枯萎了 而且地上很明顯凸了一塊 他覺得說很有可能死者是不是服毒了 那墜下之後可能有嘔吐 導致把這一片的草都染毒了 我才會這樣枯萎 這合理嗎 這個出來以後呢 其實在我們劍世界跟法醫界 在LINE 私人的那裡有很多的討論 基本上大家都認為不太可能 因為呢我講實話 我也看過很多的墜落案子 會有嘔吐 可是你要把草弄哭那個嘔吐量 要上千兮兮啊 因為藕杜基本上都在嘴巴的邊緣嘛 那你如果說留下來 滴個一兩滴在旁邊 大概我估算了五公分左右的 這樣的一個草會枯萎或十公分左右 怎麼會一大片 後來呢他們就找了他們的一些管理員啊 等等 他們就講說這個地方 因為它是捷徑嘛 要走到大門的時候 捷徑了就每天才 你今天你到公園去看 哪裡有枯萎的 那是一定很多人走過 那個就是捷徑嘛 第二個 當時呢 因為社會也鬧得沸沸揚揚嘛 高大成法醫也在媒體 發表他的意見嘛 予以尊重 後來呢檢察官 據我了解啦 把那些草原都撿下來 去做毒物檢驗啦 哦 到底外面有沒有染毒啊 是啊 結果還是沒有啊 那有工人也出來講說 管理員說這個草就 凸了不是現在才凸嘛 所以不同意見 我們大家就是討論討論嘛 對 我覺得也不是壞事啦 對啦 當然 每個細節都有調查到 然後閃加調查 總比有疏漏還要好 對 那其實當時 高大成法醫還有提出一個點 是說這個遺體只有一隻手骨折 然後現場沒有明顯血跡 一度是被認為是露倒 但如果是從10樓墜下來的話 依照這個拋物線原理 遺體應該會墜落在距離這個建築物 大概約3公尺的地方才對 但是他倒落的地方 並不是在3公尺 覺得好像落的地方不是在10樓 可能是在更低的樓層 這部分阿翔師你的看法是如何 其實我在在職的時候 民國100年以前 我看了很多了 幾乎幾百個高處墜落 一般來講 你高處墜落 3公尺或4公尺 不是說你越高的 譬如說我們這樣比喻了 可能有的人就認為說 5層樓掉下來距離要2公尺 10層樓掉下來就距離要3公尺 15層樓掉下來距離要4公尺 20層樓掉下來距離要5公尺 風的你這樣用物理的原理 你去思考這樣子一定是絕對的 風也會有影響吧 風也有影響當然 可是你如果沒有風的話 一定是這樣的邏輯嗎 我覺得可能要跟 當時假如是真的輕聲要跳的話 是不是真的有跳出去的那個動作 對 這個就是跳的時候 我們在物理就會產生一個 橫向的V0 所以跟他的跳的動作是有關的 所以有人做過實驗 一個是有助跑的 一個是沒有助跑我力定跳 可是我看過很多的要自殺的 你自殺你還會用力的跳嗎 只是往前起然後後腳 有一點點的後凳的力量 那個就不見得會達到3公尺 包含你20層樓下來 我也看過20層樓下來有2公尺左右 但我們的食物狀況是這樣子 自己跳的大概2公尺或2公尺以上 就跟你跳的力道有關嘛 可是你小於2公尺 在1公尺以內的就有兩種可能 一個是失足 你沒有注意你不是要跳 你在做工程貼什麼的 不小心踩空了或是突然東西就滑了 知道吧掉下去 那個是幾乎沒有V0 第二個是他殺 所以這個案子如果真的是他殺 我倒是認為他的距離要在1公尺以內 不過因為他又撞到屋簷 再掉在那個草地上就量 當然因為偵查的那個數據我沒有看到 他量出來大概2.4公尺 那這個我就把它歸類在自己跳的可能的範圍之內 因為你如果是他殺的話 要把一個人丟出去不容易 因為2.4公尺 如果假設是下男把那個賴生弄昏弄死的丟下去 丟下去他丟不出去的 因為人重心很難抓 你扛 扛過去以後你只能翻落 翻落就沒有V0 他會像直接的垂直墜落的 墜落的點都會在1公尺以內 那還有一個狀況就是說假設 兩個人把他弄死弄昏的用甩的 平甩就是你一個 裝作腋下一個抓住腳 這樣平甩的 那個可能會達到大概 差不多3公尺等等4公尺 就合理了 OK 當時其實有一些監視影像也有被揭露 那監視影像有提供什麼樣的一些線索嗎 這樣個 這個事情會牽扯到家屬早上高大城之後 還有賴姆的委任律師 就是他們為了要強化他們的論點 就是想要請檢方易殺人隊起訴夏南 他們就找很多佐證 所以這個許力就一直去現場 找很多線索 就其中就包括這一個 電梯裡面的監視器畫面 就是裡面有顯示 5月4號當天 檢疫人夏南有二度進出那個大樓 上午8點多拍下他們的畫面 那夏南當時是穿藍色短袖上衣 然後黑色長褲 然後右手還拿一個黑色手提袋 高中生他就是戴黑框眼鏡 然後也是穿黑色短袖上衣跟短褲 這樣子 可是他們前一個小時才結婚 可是當時他們的互動非常的冷淡 兩人表情很嚴肅 沒有交談這樣 不像是什麼情侶伴侶 可能要很熱絡 如果剛結完 應該會有一些很親密的互動 但是並沒有 所以這是一個很可疑的一點 也是後來被認定是假結婚其中一個要點 另外當時新聞還有報導說 淚藍他其實右手有四個針孔 就讓人覺得有很大的聯想空間 為什麼會有針孔呢 會不會是被注射的毒物 而這個毒物可能是目前的毒藥物技術 是沒辦法化驗得到 有這樣的可能性嗎 第一個我講到毒藥物 家屬找的高大層法醫 他講說這個一定是他殺死後丟下去的 而且99.9999%是綠化甲 後來我看中簡的新聞稿 他有說明綠化甲是在醫院可以使用的 一般人是不容易拿到 當然如果甲濃度太高了 是會致死的造成心臟停止跳動 所以有一些醫生護士會使用綠化甲 但是中簡的新聞稿有提到 他們在中國醫藥學院急診的時候 他有抽耐生的血 也有做相關的檢驗 他說他的甲離子並沒有特別高 因為你注射甲 你必須要高血甲症 就是那個甲的濃度要很高 才會導致影響心臟心律不整 導致心臟麻痹而死亡 這是一般的醫生護士用綠化甲 它是慢慢滴 也不是很快的 就是讓甲離子升高 可是這些在血液解剖的時候 是可以驗得出來的 高大臣法醫當時說如果分量很少 如果慢慢打進去的話 是根本驗不出來的 他們說可以驗得出來 所以他們後來也有諮詢 後來他們就諮詢台大醫學院法醫學研助所 他們也講說這種甲是血液裡面可以驗出來的 而不是說一定是驗不出來 這樣子 另外你講到有一些針孔等等 後來他們也有講的是急救 因為你如果說人在昏倒的時候 或是送到醫院的時候已經沒有心跳 就是等於是已經是沒救的 Oca的狀態你要找他的血管要注射不容易 所以他們就會try的 左手右手 這個檢察官有問過中國醫藥學院急診的他們的醫師 因為人到的時候你血液不循環的 不循環你已經Oca就是道院死亡 當然道院死亡 不見的一定是認定死亡 也可能也可以電擊等等 讓心臟可以再重新提出回生 所以後來據我所了解 我也問過的專業的醫師跟法醫師 他們有時候在急診的時候 因為人死的是 那個是很緊急要救命的 就會try的 就是說看哪一個地方比較順利可以打進去 所以很多人講是針孔沒有錯 但是呢雖然最後比較順利的是在左手 那右手是不是一種在試驗的時候造成的針孔 所以檢察官有查證過 當時急診的護理師相關的醫師 那相對的那個香燕跟解剖的法醫師 他們基本上都是專業的 他們沒有必要袒護姓賴的 也沒有必要袒護姓夏的 基本上他們有他們專業的判斷 那如果說真的又不是急診的 就是異常的啦 這種針孔的話 當然你就要去查有沒有證據 那裡面的體內有沒有相關的毒物 但是那毒物根本就驗不出來嘛 對不對 還有加上那個頸部的等等 有一種叫護警 護警的那個也造成一些傷勢 當然啦 這個家屬呢 找高大臣他提出質疑 我覺得是有幫助的 但是 其實呢 人家在專業的法醫 解剖的法醫 香燕的法醫 以及中國醫藥學院的急診 相關的護理醫生 他們都有去做一個說明 那說明當然社會大眾 有一些還是不接受 因為認為說這個一定是注射毒物 可是體內毒物的檢驗 2000多樣的檢驗 就沒有發現任何異常的毒物的成分在裡面 嗯 了解 其實這個案件的進展其實讓很多民眾很不滿啦 甚至打算上街頭來向中檢抗議 但是呢 律師以及高大臣是不斷的勸阻 其實並沒有需要來向這個檢方來表達這樣的訴求 那就在6月21號呢 也就是在案發一個半月後偵查中檢了 直接跟大家說結論 殺人的部分呢 夏南以及夏爸爸都不起訴 那假結婚的偽造文書的部分呢 則是將他給起訴了 那中檢當時也大動作來開記者會說明 並提出了案件中有所謂的四大疑點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談 首先到底夏南跟死者賴男 他們是不是假結婚呢 這部分檢方怎麼說呢 嘉楊哥 就是檢方有查出他們私底下的通聯 還有一些監視器查他們的畫面 都查出在案發之前的半年內 他們沒有任何私底下的通聯記錄 除了因為要辦土地鎮雨 之前有聯繫以外 他們之前都沒有聯繫 然後再來就是從夏南他的騎車路線 還有一些悠遊卡的乘車記錄 兩人都是沒有其他的私底下出遊的 那些交集什麼都沒有 賴生的高中的輔導記錄 有提到就是說 他因為暗戀一個同伴的女同學 然後告白之後被拒絕了 然後他就是情緒低落 向校方求助 這次校方的輔導師都有記載 對其實這個算是一個輔佐的點 不算是相當明確 因為有可能是雙性 有可能是喜歡男生也喜歡女生 這也說不定 不代表說跟輔導師諮詢過 就代表說他只喜歡女生 不喜歡男生 我覺得這裡面有所謂的一定 不過算是一個參考要點 當時檢方有列出來就是了 那除了這次機會 還有什麼其他當時檢方提出的嗎 根據剛才講的 他們後來找到兩個男子 幫他們當結婚證人 再跟檢方去證成就是說 他們是因為夏南 有以金錢來作為報酬 他們才會願意去幫他們當這個證人 但其實他們根本就不認識這樣子 其實當時還有查到說 但是男子呢 在他們要去結婚之前 才在Google上面去查 同性婚姻的一些相關資料 其實如果真的要結婚的話 應該不會是一個衝動的決定吧 至少會先想好 可能有做過一些討論 可能在當天的時候才去結婚 但是一切的資料卻顯示 他當天早上在星巴克的時候 才在查這個相關資料 覺得很可疑 也覺得很奇怪 這也是檢方的其中一個理由之一 再來根據夏南父母他們的指證 其實雙方父母都對他們兩個人 要結婚的這件事情 完全一無所知 他們完全不知道 覺得這件事情為什麼會發生 他們也沒辦法有一個很好的解釋 最後是其實根據現場的一些監視影像 道路的監視影像有發現 兩個人在傍晚結婚登記之後 夏南他是騎著機車 要載著耐生要回到案發的社區 但是其實在搭乘機車的互動 也不太像是有很親密的 坐在後座的賴生他就抓著後面 所以這樣的行為就讓檢方覺得 依照這總共有7點 覺得其實他們並沒有真的想要結婚 而是假結婚 我這邊直接岔開聊一下 為什麼要假結婚 假如真的是要假結婚的話 是有何目的 不知道阿山是會這樣 跟你們有怎麼樣的看法 第一個就是首次開臨時偵察庭的時候 夏欣夫子都有被找去分開訓問5個小時 夏南上面還有一個哥哥 他爸爸跟他們兄弟講說 你們兩個誰先結婚 就可以得到我台中師的3間房產 夏南有可能是為了得到這3間房子 反正爸爸也沒有講說要跟男的結婚 還是跟女的結婚嘛 反正先結婚就可以得到3間房子 那我心遺恨我就直接找個高中生來結婚 到不了之後再離婚就好了嘛 所以這算是當時檢方的一個懷疑 檢方認為是 他們就是假結婚 既然假結婚部分 檢方已經認定了 那劇情就合理了嘛 那為什麼殺人部分則會不起訴呢 我們就來談第二個疑點 死者墜樓前到底有沒有被施打 或者是服用一些毒藥物呢 也就是高達成他不斷質疑的部分 當時對於這個第二個疑點 檢方他們說明的時候也有強調 其實死者體內沒有驗出酒精 可能很多聽眾覺得很奇怪 他們不是有喝酒嗎 怎麼會沒有驗出酒精 他們有解釋說是因為酒精 你喝進去到胃裡面 到結裡面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一般來講我們要驗 酒精是要驗我們血液裡面的比較準確 這才代表說我們是有吸收進去 當時體內是沒有驗出酒精的 有可能是因為剛剛喝完沒多久 他就墜樓了 所以才沒有驗出來 另外除了沒有驗出酒精之外 包含什麼葡萄催芽劑 氫化物 能造成他昏迷的死亡的烈性毒藥物 全部都驗了 但是都是沒有驗出來 並且包含中國醫藥大學的這個醫院 後來有去把護理師有請他來作證 第二個疑點解釋完之後 我們講第三個 也就是這個墜樓的位置 如果真的是從10樓墜落的話 為什麼只有這樣的傷勢 這部分檢方怎麼認定的拿上去 我剛剛講過 我一直強調會翻滾 所以你掉下的時候 忍了到底是背著地 側面著地 還有手著地 頭著地 不等 這個就要看現場的狀況 後來結合了見識 在那個欄杆上面找到他反抓的痕跡 跟DNA 那就很確定了 我已經走到外面 栏杆外面了 他的這個窗台 窗台 已經跨過栏杆了 有一根杆子 下面是玻璃 玻璃 他的手 是反抓的 已經在外面了 兩手向後反抓藍杆 這個是確定的 就是他們有找到這樣的痕跡 然後你說藍杆底下有一個小平台 小平台上面有很多灰塵 也有耐深的腳印在那個地方 腳印痕也是相符的 對 腳印痕也是相符的 那如果是性下的 把它給弄死了 那當然這些痕跡就不應該出現 這個動作非常危險 只要你手一鬆你就會掉下去 正常人是不會這樣子去做的 沒有錯 你就算要騙人說你就去做那個動作 你也找不到一個合適的理由 沒有理由 也很難去解釋了 很多的見識它不是絕對的 它不是唯一的 說一定下來怎麼樣 你要看環境看狀況 結合見識的結果 才有辦法做一個更正確 更精準的一種推論跟研判 了解 那最後一個疑點 也就是 夏男身上有沒有一些犯罪急診 因為剛結婚好段段的伴侶 有就這樣墜樓 他當時真的是去洗澡嗎 還是他其實在他墜樓的時候是在旁邊 有沒有可能這個賴生 他有去抓一些痕跡 可能有抓到這個夏男的一些DNA 所以如果有這方面的跡證的話 就可以佐證說他到底有 或者是沒有在這個現場了 那這部分是怎麼樣的呢 佳洋哥 檢方那個報告裡面沒有提到說他有沒有去洗澡 不過他有針對外界華語 夏男對他使用一些器具把賴聲弄昏迷嘛 可能是從背後用一些影迷之類的去迷昏他 或是用他的手肘把他的脖子垂住 但是台中立檢有提出了六個示針 第一個就是夏男的身體跟雙手沒有發現可疑的痕跡或是傷痕 人如果沒有昏迷的話 你要強制他做一些動作 那他一定會反抗嘛 再來就是夏男的異物 沒有檢查到賴生的一些血跡反應啊 或是其他什麼皮屑啊 什麼頭髮那些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根據夏男跟死者的DNA鑑定報告嘛 陳第二點一樣 夏男跟死者的指甲裡面都沒有血跡反應 無論是對方或是自己都沒有 也沒有對方的DNA什麼皮屑那些都沒有 這個就可以證明說應該是沒有肢體接觸的 然後第四點就是死者的雙手也是沒有發現 有剛才Rsens提到的 雙方打鬥的時候才會產生的一些防禦傷 檢方沒有發現到這個 也是在在證明說他們是沒有打鬥的一個情形 然後第五點就是說 如果是從背後勒的話 也是可能會造成頸部的一些骨折情形啊 或是一些勒痕 然後這是沒有查到骨折 也沒查到出血 也沒有一些止痕啊 或是皮下的出血這樣子 然後第六點就是說 他如果捂住口鼻的話 他可能舌骨你要去掙扎 也是會造成一些 假狀軟骨骨折或是氣管碰撞到 這次都沒有異常啊 所以現在是講究科學辦案嘛 還要就是講究證據 所以綜合這些提升來講 檢方是認為 夏南市可以初步排除是有殺人嫌疑的 了解 那就針對這四個疑點 其實當時這個記者會是開得很長 我看著很多電視台都在直播 當時我其實也相當關注 其實後來 檢方又補充了兩點 就是有媒體質疑說 這個夏南案發後有變裝 攜帶證物離開 如果真的是變裝的話 會不會真的是要去櫻滅證據 是不是沒事幹嘛去變裝 所以就讓我覺得很可疑 但是後來檢方查證之後 發現說這個媒體刊登的照片 是在案發的四天之後 夏南又到了這個現場 所以他穿的衣服當然會不一樣 並不是同一天的照片 是烏龍一場 前方也有解釋 這個草皮會哭黃的狀態 也是老早就哭黃了 就是阿山市所講的那樣子 所以根本不是什麼嘔吐導致的 不過整起案件 到最後有一件事情是讓我蠻在意的 那就是夏南他拒絕策謊 這部分怎麼回事呢 他當時在5個小時的偵訊的時候 他就是跟檢方說 他不會去執政他的罪名 他怎麼可能會去說自己有犯罪 還怎麼樣的 而且他也不認為那些策謊儀器是可以 他也不認為策謊儀器是準確的就是了 所以就跟檢方說 那我就不想策謊了 可是一般來講 只要拒絕策謊儀器是可以 如果策謊的話 我們的傳統想法會認為他是心虛 阿山市你覺得他為什麼會要拒絕 其實我要這裡也跟各位聽眾朋友說明 策謊的準確率有經過統計 95% 算蠻高的 但是還是會有5%是會撤錯的 或是撤不出來之類的 準確率是95% 所以當然支持策謊可以當證據的 認為說95%很高 但是不支持的說 那我會不會是倒霉的5%撤錯的 是啊 如果這個人當證據的話 你可能就因為這個證據你要被判刑 對 會被判刑 所以目前這個策謊的證據 目前在法庭上 當然還是有法官的自由行政 不過不能當唯一的證據 沒有錯 那也不能強制別人去策謊 對 不能強制他策謊 因為你強制策謊他就很不爽 就會抵制 策謊的結果就一定不準 但是我們的社會的一般想法說 我如果坦蕩蕩的你就去撤謊 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想法 是 但是如果站在你今天是一個嫌疑人的狀態 而且如果你是清白的話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就去藉由這個儀器來證明我的清白 證明你是 對 但如果你是那5% 那你不就完蛋了嗎 對 所以現在我們策謊在實務上是很好的偵查方法 但是因為他不是100%正確 所以現在在這個策謊的證據的效率上 的確有很大的爭議 完全看法官的自由行政做一個決定 是 那這個無一高中申案 中檢就以殺人罪不起訴 衛造文書的部分 假結婚部分起訴 算是偵查中檢 後續就進入到開庭審理的部分 但是這個結果其實就讓家屬以及律師 是不太能夠接受了 律師有發表聲明說 遣教高大成之後 得知說這個人體血液總共有3500cc 但是氯化甲致死量只需要5-20cc 那這樣情況之下 本來就測不出血液容肚中的甲離子會超標 檢察官卻單憑說血液驗不出來 就說一定沒有施打藥物 這部分還需要再進一步研究 另外針對針孔的部分 透過監視影像其實根本就看不出來 救護人員是在爛男的哪一隻手去打針 是左手還是右手 如果檢方願意公開護理室的全部筆錄的話 其實筆錄裡面是說 護理師當時說的 並不是說在右手的針孔是他打的 而是說右手針孔是誰打的 他沒有辦法確定 所以他可能也沒辦法知道說 右手針孔有可能是在送來之前 就有這樣的針孔的 如果是的話是被注射的什麼 這是律師他們所懷疑的 所以這部分他們覺得是還要再詳盡調查的 所以他們會再去提起在意 提起在意之後結果仍然是有變數的 但是在意的門檻是相當的高的 就是你不認同檢方的調查結果 你要提在意 他不是一個輕易就能夠去啟動的 這個案子發展到這邊 其實民眾們高度關注的 無意高中生案可能要去落下帷幕了 因為基本上偵查就終結了 後續就是看民事的部分怎麼去發展而已 針對這個案件從頭到尾 這一個多月來的紛紛擾擾 不知道佳陽哥有沒有一些想法 想跟聽眾們分享的呢 雖然這個東西 我來講一下他的有可能的自殺動機 檢警查到的是說 第一個就是我們裡面有提到的 賴生他在學校裡面情長不順 再來就是他的生長環境 他的爸爸實際上的爸爸名義上也非常的疼他 然後可是 爸爸的原配對賴生的母親跟賴生 其實就是非常不喜歡他們 然後因為爸爸很疼這對母子嘛 所以分財產的時候也不太公平啦 就是對他原配也不公平 對那些原配的小孩也不公平 然後他們那段時間就住一起 可是自從賴父死掉之後 原配就是提說家裡不准你們再住了 就是要把他們趕出家 這是第二個 等於是實際上的爸爸 然後名義上的阿公已經死了 所以沒有人可以保護他了 所以就把他們趕出去 可能這一個衝擊 對於賴生來講的衝擊也很大 那或許會是他其中一個親生的理由 對然後再來就是從小就是生長環境嘛 你周遭的人都知道你們家有亂人事件嘛 因為這件事情好幾年前就報導過 在當地也自己在盛傳 加上他媽媽的居留權的問題嘛 也有可能被遣返啦 反正還不確定 這個可能要等他案件結束之後 要看移民族那邊去怎麼協調 大概這三大原因啦 對於一個高中生來講啦 都是足夠沉重的啦 所以確實是有自殺可能 雖然他是有自殺的可能啦 攻擊都足夠 可是他的死狀 還有下男人 為什麼要去找他結婚啦 然後為什麼會讓他這樣跳下去 反正中間疑點還是太多啦 你說什麼去洗澡那個 我認為是有點太牽強 嗯說不定真的有所謂的超完美犯罪 只不過我們可能檢警是沒辦法找到的 那阿善師呢你可能在這個案件 你也算是有參與嘛 因為我上節目也聊了蠻多次的 是那你對這個案件你有什麼想法 那這個案件呢的確是一個奇案啦 我認為是在這幾年呢 就是大概固定了幾年 就會有一個奇案跑出來 而且呢最主要是信下的 他絕對隱瞞很多的事情 而且他有說謊 對不對 你比如說他掉下來的時候 他坐電梯喔 這是中簡發布的嘛 他電梯下來 他站在旁邊 你剛結婚兩個小時的配偶 你當做路人甲 完全不講實情 他第一時間沒有承認他們彼此的關係 他說我不知道等等 就是第一時間警察沒有問到 所以呢他才會被用無名師 送去那個中國醫藥學院急救 後來急救無效嘛 就變成一個無名師 然後呢賴媽媽呢去報案 報案以後呢 然後119的通報 醫療系統的通報 跟警方的失蹤報案 才去比對嘛 結合 中國醫藥學院有一個好像年輕人喔 然後在那個地方已經死掉了 要不要去看看 這個整個案子才 身份的才這樣確定 所以呢 信下的一定隱瞞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都不合邏輯 很多事情在我們社會的認知 幾乎90%以上的人 都認為這個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他就是發生了 好 再講到我們法律的部分 執法者呢 基本上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這個就變成是我們的定律嘛 所以我們辦很多案子 我們懷疑是抹人殺的 可是最主要 他真的是毀滅到所有的證據 甚至於犯案的時候 做了完美的防護 或是怎麼樣呢 你讓警方或是警方的技術啊 認知啊不夠啊 所以呢你找不到很多的證據 但是你認為就是他幹的 這個情況太多了 那你說好 你檢送檢察官 檢察官起訴不講證據嗎 法官審判不講證據嗎 當然要講 當然啊 那現在是家屬提出質疑 是沒有證據 那檢察官也受於這種社會 這種熱烈討論 這種輿論的壓力嘛 所以檢察官說好 每個你質疑的 我通通來做查 所以這一次中檢所發的新聞稿 是我看過所有辦案裡面 最用心的 而且呢 動員員最多的 然後呢也真的很 很用力的去做 我相信壓力也是非常的大 而且檢察官真的很認真 從來沒有看過這樣 對你社會的熱烈討論 家屬的質疑 一個一個博倒 當然沒有錯 家屬有質疑 我們都盡量去查 然後還這個案子一個公道 不過我個人認為 即使他所有的過程 說謊所有過程不合理 但是請問你用什麼樣的證據 起訴他是殺人的故意 不能用腦補來起訴 對 那你這個起訴以後一定 檢察官也不會起訴 法官一定是判無罪 還有很多的門檻 一省二省三省 所以你像這種東西 我個人認為 我也覺得很氣憤 我覺得說 這個怎麼兩個小時結婚 不認識沒有感情的 怎麼又掉下去 真的太巧合了 我也辦過這樣的案子 不過巧合不能當證據 它事實就是這樣 證據就是如此 所以我在媒體上 唯一是我堅持說 這個案子有可能是自殺 幾乎其他的人都說 這一定是他殺 所以我被很多人也罵了 很多人攻擊 但是我阿珊斯從以前到現在 我就認為說 你案子有什麼證據 你話就講到哪裡 然後做怎麼樣的推論 看見識的東西等等 來做一個合理完整的推論 否則沒有證據 就是無罪推定 當然案子也不是說沒有轉機 吳議員的房產最終歸誰 還是要看民事部分怎麼來判 未來民事判定奈南跟夏南 兩個人是假結婚的話 那夏南將無法去繼承 賴生他的遺產了 但是賴媽媽 因為他到底是不是屬於中國籍 這一部分的人是有疑慮的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賴生的遺產也未必會全部都 進到賴媽媽的口袋裡面 因為如果是被認定是中國籍的話 依照兩岸人民關係的條例規定 就只能夠繼承200萬元而已 吳議員可能其他的就會被 他的名義上的伯父姑姑 他的胸結來繼承 所以這一部分 大家可以來去關注一下 案件後續的發展了 那麼最記得我在發現場 我們就談到這邊 那也感謝佳亮哥以及阿上司的分享 謝謝你們 好謝謝大家 謝謝阿上司 謝謝佳陽 謝謝佳陽 好就很開心 那我不謝謝風德 不要啦 你也要謝謝我啦 沒有啦 我謝謝兩位可以跟我們一起來談 那如果各位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歡迎大家在貴人的臉書 以及特別資訊訂閱 我在案發現場